哈喽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两台刚淘的Macan 这样的Macan在这里一放 是不是这个气质就不太一样 跟我们自行车里卖的那些Macan 是不是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那这两台车呢 不仅是外观颜色的亮丽 它其实还是一个特殊的版本 那就是Macan的GTS 那如果我们自行车里 没有你想要的车 或者是你也想要一些更个性化的车 那可以找我们下单 我们给你进行淘车服务 一对一的给你私人定制 帮你淘到这样的Macan 那什么是Macan GTS呢 在这一台车型中 玩家引入了2.0T的普通版Macan 3.0T的Macan S 3.0T高功率的Macan GTS 和3.6T的Macan Turbo 这个定位呢 从我说的顺序能看出来 Macan GTS的定位呢 在Macan S和Macan Turbo之间的一个定位 它用的是3.0T的发动机 跟Macan S一样 但是它的功率被调得更高 虽然没有Turbo那么的全能和尊贵 但是GTS在整个Macan车系里 它是一个最运动化的调教 Macan GTS呢 它的动力如果看参数啊 它只是比Macan S高了那么一点马力 但是呢 这个车开着确实不一样 它的转向 它的底盘 它的操控 都是被调教的更运动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我们的四轮定位机上 就能很好的看出来 我们调四轮定位的时候啊 Macan只分两个版本 一个是Macan 一个是Macan GTS Macan Macan S Macan Turbo的定位参数都是一样的 但是GTS是另外一套参数 更偏向于运动化的参数 你开起来 这个车就是比其他版本的所有Macan 开着都更加的运动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台红色的GTS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常见 或者是国内比较多的一个GTS的选配和版本 那首先呢 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 就是叫胭脂红 这个是GTS专属颜色 在帕眉GTS 卡燕GTS上都有这个颜色 那虽然是广告色 虽然是专属色 但是它也不是标配 选择也有三万块钱 是选的这个胭脂红的一个特殊颜色 所以你在街上如果看到 有一个这个配色的Macan 它大概率就是一台Macan GTS 这个GTS呢 它的前面 这个包围是跟普通的Macan是不大一样的 有一个更夸张的一个前面的隔山 这个中冷这块是完全开口的 从正面看这车就更凶悍 然后大灯和尾灯都做了一个熏黑的处理 让这台车显得更运动一些吧 标配了这个轮毂 就是20寸的鸟巢轮毂 这个轮毂呢 当年是特别流行的 这个轮毂很多车也会选 现在看依然很帅 这个轮毂一上升 这个车的气质一下 手就变了 后面是一个黑色的防载条 这台车呢 水平车主应该是自己夹了一个弹级位的条 黑红搭配还是挺帅的 尾灯 自标 都做了熏黑的处理 然后呢 GTS有一个小尾翼 还有原厂标配了四出的运动排气 这个排气 其实你真正的开起来 这个声浪还是非常动听的 因为GTS呢 本身就比普通的马肯贵了不少 所以它的标准配置也会多一些 那它这个真皮的仪表台是标配的 然后这个门把手是标配的 但是如果你没选呢 它的这个门板上方和这个中控的靠腿这些部分 还是这个唐素工艺没有被皮质包裹 头领上都有这个GTS的刺绣 那这台车呢 选了一个十字枪的座椅 是选装的 它没有选那个SC Sport Coral组件 但它选了一个就是小表 这个表呢 就是看指南针看时间了 不是用于晒到即时了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可能国内大部分看到的马肯贵的一个状态 当年呢 就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 国内买马肯贵GTS的这些朋友啊 他们可能等不到那个周期 去自己定制一台自己特别想要的配置 大部分都是买的线车 那GTS的很多线车都是没有BOSS音箱的 但是整体偏运动化的调校 运动排气的加持 在这开起来 其实还是非常爽的 那这个马肯贵也挺帅了 这GTS已经挺帅了 但是如果跟这台车比起来的话 那确实就差点意思了啊 这叫保湿蓝 所以它的这个蓝色呢 比较亮 然后呢 除了颜色以外啊 前脸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大灯 那一看一下这大灯 这个呢 就是普通版大灯 那这个呢 是保尔街选装了 PTLS Plus大灯 这个大灯 这么一点缀 这个车是不是更加的凶患和有神了 四点的这个大灯 这台车的车主非常的个性 他没有要原厂的20寸脚巢轮毂 他选了个更夸张的21寸轮毂 那这个 是不是更加特别 四处运动排气 熏悉的稳灯 小的着流板 那两台车的尾部 其实看着差距并不是很大 这台车选了一个6万块钱的内饰 那我们看一下当今6万块钱的内饰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 它的缝线变成了红色 让你的整车就是看着是更加运动了 就是仪表排的缝线 座椅的缝线 包括这里都变成了红黑配 然后呢 安全带变成了红色 这个头指上的刺绣 也变成了红色 然后座椅呢 变成了阿坎塔罗和皮子 上拼接的了 因为他选了一个这个6万块钱真皮内饰啊 你一坐进来 你看到这些黑红的搭配 然后系上红色的安全带 这个整体的战斗氛围是不是 哎一下就有了 而且他还选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转速表指针啊 纯静态就能营造出一种非常战斗的氛围了啊 但这些车呢 就可能就是当时车主愿意等 愿意等这个提车周期 愿意各进化定制 所以自己搭配的一套方案吧 他BOSS印象也有了 能计时的小表 然后Sport Plus GTS上标配的运动排气 那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来说 这台GTS这个选的非常到位了啊 当然这台车选配版老车价也超100万了 100多万 那台车呢90多万啊 所以他们之间 你看到你看到的差距 都是第一手车如全堆出来的 当时的新车价 都是非常高的 那这两个车价格呢 其实跟普通的马看S相比 已经贵了很多了 它的价格已经无限接近于 当年的马看Turbo了 那到了现在呢 它的二手车价格 也是跟马看Turbo是无限接近了 正常行情呢 根据不同的车况 选配 里程来说的话 17年的马看GTS的行情啊 基本上在25万 到31万 这个区间吧 要看你的里程啦 车况啦 选配啦 这种东西的 因为保车街随便选一选 市值20万就没有了 所以它的不同选配 现在差价 这个中间的价格区间 还是比较大的 它比普通的马看S 可能贵了差不多 3到5万块钱 普通的马看S 现在差不多25万以内 你就能随便买了 我们最后说一下 如果你买马看 或者马看GTS 你需要注意什么 或者有一些什么准备 这个车有几个通病 第一个 不管你是2.0T 3.0T 还是3.6T的车型 这个分动箱是避坏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它的4A连记录里 有分动箱的维修或者更换 你不要觉得这是有大修 或者有什么了 这是一件好事情 如果前程车子不修 那就该拟修了 如果你修的话 不在赛电修 可能要7000块钱 7-8000块钱 做一个维修 这只是维修 不是更换分动箱总成 这是所有的马看 所有的这一代马看 都会遇到的问题 再有就是马看S 和马看Turbo 就是3.0T和3.6T的车型 它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漆门式盖 它的正式正盖会漏油 保时捷漏油是非常少见的 其实 因为我们买的很多老款的卡业 这么多年 十几年的车 它漏油的情况也不那么常见 但是在马看上 3.0T以上的这些放动机 确实普遍存在漏油的情况 它的漏油 跟宝马漏油是不一样的 宝马漏油 是密封的新销店的老化 导致漏油 而保时捷马看的漏油 它是螺栓的断裂 导致漏油 最容易断的两颗螺栓 是它放动机的正式 正盖上两颗螺栓 正常螺栓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铝制螺栓 这个螺栓 就是新车装配的时候 应该是有保时捷原厂 是要求一定的扭矩 打到上面的 这个螺栓扭紧 然后盖子就密封住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设计缺陷 或者当时的扭矩是有问题的 原厂是扭矩是有问题的 导致了基本上90%的马看 就是3.0T以上的马看 它的螺栓都会断 这些螺栓断链 就导致它的密封不严 就会漏油 这个漏油其实也是漏的就比较大了 就不像那种 清磨石盖的老化 像电电老化那种 就是慢慢的渗漏了 一旦断裂 它漏油就会比较严重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换下的螺栓 重新按照扭矩 大上去 重新换一遍楼栓 重新换一遍楼栓 都没试图了 那就是我们新换一遍楼栓